那今天為什麼講香港是 這個是這個警察直接開槍 他說這個是 這個查槍是走火 等於說是意外事件嘛 那他當然是 基本上北京看到他做這樣的表態 當然這四個字頗感欣慰嘛 你講 頗感欣慰 對 但是這種反應 不要也沒辦法 對不錯嘛 對不對 別人都在罵就只有你不罵 對 連朱立倫都說啊 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啊 朱立倫是針對這個射擊事件 我這點我給他支持肯定 他敢講 結果一大堆中國的五毛 去把他的臉書給整個讚滿了 他也知道這樣才能夠得到 年輕人對他們的歡迎嘛 那柯文哲為什麼現在的年輕水票 一直跑掉 對 你都講這些 對香港的問題要嘛 就是顧著用而焉 他扯一些有的沒的 大家看不到你斬釘截鐵的說法嘛 紐約時報今天已經公開講了 就是說這次 中共那個香港警察 直接拔槍對著那個年輕人 他說這個不符合聯合國規範 然後還不止如此 昨天有一位印尼記者櫻達 被這個不但把眼睛 竟然眼睛櫻打瞎了 現在印尼駐香港的總領事 準備要把這個警察告上國際法庭 而且當時這個幫這位櫻達記者 這個治療的一位護士叫陳小姐 香港人 我願意出來作證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單一事件了 香港警察如此粗暴的對待香港人民 就跟六四事件的當時中國解放軍 對待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是一樣的 諷刺的是 10月1號 中國的人民被迫在那個天安門廣 學習的天安門廣場 載歌載舞 這個是一個很諷刺的 很諷刺的現象 印尼記者被打瞎了 還有印尼政府幫他打國際官司 對 那這個高中生香港人被打了差一點死掉 這個要誰來幫他主持公調 沒有人主持公調 現在香港這些民眾要求 針對從6月9號以來 反送中遊行這些警察的非法的行為 暴力的行為 希望能夠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成立不了 警察完全是在香港 為什麼現在香港人看到警察叫他什麼呢 流氓流氓流氓 叫警察流氓 警察就是流氓 還在他面前講 所以我認為香港警察 如果他是一個 還有一點思維的正義感 我覺得他要感到羞愧 重點他說 那個警察是合法合理 這個事情無法追究 這個很可怕 對 合法合理的意思就是 會鼓勵大家開槍 對 所以大家都會一起學 所以現在已經不止很多警察 都把他打槍出來了 但我覺得這個搞到最後 香港永無寧日 10月1號 這個子彈 進入到這個高中生的身體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歷史事件 永遠 他永遠都會 香港人永遠記得這一天 就是 2019年的10月1號 香港一個年輕人中彈 國慶耶 中國國慶耶 所以香港人叫國殤啊 這叫國殤 哪有國家用自己的警察 去打自己的人民 除了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之外 我覺得這個非常感到 香港人民感到痛苦 而且覺得不能 可能失憶的一個事情 是